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董小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 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健峰 港澳办中联办也有派人参与 专家团在政府总部逗留了大概一小时 出席特区政府的简介会 星期日至到来星期二 将会到访和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关的单位和设施 并和人员会面交流和分享经验 据了解他们会考察机场检测和防疫措施 检疫中心和指定检疫酒店运作 公立医院隔离设施等等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简介会中说 今次考察是继九月底两地首次对接会议 和十一月初两地视像交流会议之后的重要跟进工作 希望专家可以深入地了解香港疫情形势 抗疫策略和措施 强调特区政府会继续以清零作为目标 创造有利条件 全速推进恢复和内地逐步有罪通关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早前三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涉及前国泰货机机组人员 卫生防护中心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否有人涉嫌提供不实资料 不排除检控 而被强制检疫界111名机组人员 获准离开检疫中心 三个货机机组人员 月初先后到过德国法兰克福 回香港之后豁免检疫期间 感染新冠变种病毒 过八个曾经入住同一间酒店的机组人员 安排到足高湾检疫中心隔离21日 卫生防护中心说 因应国泰的调查报告 再跟进三个人的日程 他们承认曾经几次离开酒店房间 到访附近的地方或者和朋友见面 而德国卫生当局调查之后 说当地没有录得和涉事酒店相关的确诊个案 也都没有群组爆发 中心说三宗个案的基因排序高度伤似 极有可能是互相感染 或者由酒店外面的一个共同源头感染 酒店里面爆发的机会比较低 经进一步调查 现在检疫中的机组人员 10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继续检疫 111个人没有和三个患者 在德国的酒店以外接触 获撤销强制检疫 今日离开检疫中心 由于三个患者一度声称 在法兰克福期间没有离开过酒店房 当局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否有人违反防疫规例 提供不实资料 影响公共卫生调查工作 不排除会采取执法行动 国泰早前就说 涉事的三个人 严重违反在外站的逗留规定 已经不是公司的雇员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新增三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全部涉及变种病毒 包括星期五初步确诊的费用 其余两名男患者 今个月6号和10号 从加拿大和巴基斯坦抵港 分别接种两剂伏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 两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62岁来自加拿大的患者 和另一名星期一确诊 来自南非的36岁男人 同样曾经入住赤立国富豪机场手店检疫 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 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 灭枯九华径两个烧烤墙涉验无牌经营 17名负责人和职员被捕 82名食客违反限聚令被票控 接着两个烤烤墙无营业 其中一间在门外贴出告示话会休息几日 警方星期五晚联同食环署巡查 发现九华径两个烤烤墙 无相关食肆製造食物和消防等牌照 又妄顾防疫规定 拘捕17名负责人和职员涉验欺诈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 以获准保释口查 需要在12月中旬向警方报道 另外场内720个食客 涉验违反限聚令被警告 当中82人被票控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到3岁 并有线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专家预料放宽接种年龄之后 中学生接种率可以推高到8成或以上 有助恢复全日面酒房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琪 同意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 与卫生署下科学委员会建议 批准科兴接种年龄降到3岁 并且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会尽快公布安排 科学委员会认为 放宽接种年龄可以进一步推高中学生接种率 刘雨龙预计 明年年初疫苗接种可以推展至小学 相隔2至3个月之后 再安排幼童接种 而市民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6个月后 下星期二起可以打第三针 刘雨龙引述研究 提醒打科兴疫苗的人 要打完三针才叫完成接种 WHO都认同的三针就是科兴最基本 头一轮接种的方案 不是两针是三针 之后可能要加强针 我们就发现打三针科兴的抗体浓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接近 阿斯利康甚至乎联復必泰的反应 他又说同团队只是安排中学生 同3到11岁的儿童皮内注射科兴疫苗 而监察不同注射方式 会不会产生更高抗体水平 目标明年第一季有数据 母线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日本传媒报道 中日韩顶 回来新闻时间 今天是长者日 65岁或以上长者 可以免费承搭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 去到当个景点也免费入场 星期日长者日 区区都有好处提供给长者 有没有计划过行程呢 想享受各控优惠 记得大齐三宝 长者卡 身份证和长者百达通 因为坐电车 天星小轮 辛巴 食巴等 只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或长者卡 就可以免费乘搭 而搭港铁和九巴 就需要使用长者百达通 长者到访科学馆 太空馆 海洋公园 天制一伯和摩天輪等 都可以免费入场 另外 全港1400多间食肆和店铺 都提供长者优惠 提倡老友所为和积极晚年等信息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导 警方拉了27人涉嫌诈骗政府福利 包括消费券和1万元现金发放计划等 涉及超过10万 警方说9月接获善报 说有人以虚假资料 骗取社会福利 在全港多区采取行动 以涉嫌欺诈抓了27人 由21至76岁 暴清无厌 退友人士和家庭主妇等 错步调查显示 被捕人接验以虚假资料 获得双重身份 分别申请消费券 象征上年政府1万元现金发放计划 另外 亦有申请纵援 长者生活津贴和公共房屋等 错步涉及金额超过10万 警方说被捕人之间无关联 无证据显示集团操控 行动仍然继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教联会将在明年开设 首个教师生活馆 为会员提供生活超市等服务 位于旺角的教师生活馆 将在明年6月开幕 楼高两层 总面试大约8000尺 在教联会和一个出版集团合作成立 除了为会员提供救物专区 也会举办职业培识课程 在双方签署合作仪式上 出席的中联办副主任谭天某旗望 未来有更多团体关心教育事务 为改善香港教育生态 推动香港教育发展 成立46年的教联会又说 现时有超过4万7千名会员 未来会吸纳更多会员加入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导 内地新增三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都认为今轮本地疫情已接近尾声 要继续稳守外防输药 内地上个月中爆发生一轮本地疫情 波及超过20个省市 经过大约一个月之后 国家卫健委说 由8个省份已经连续14日以上 无新增本地个案 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区左右控制住疫情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稍微阶段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 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 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多局说现在全国有超过12亿人 已经打坐新冠疫苗 其中有超过10亿7千万人打完两针 覆盖率达到7成6 当中有6,573万人更加打了第三针 也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 令到这次疫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受控 强调要持续推进接种工作 做好元旦春节的疫情防控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新加坡下星期一起 被放宽聚会和堂食等社交限制 但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就有更多场所被禁止进入 新加坡疫情有放缓迹象 当局宣布下星期一起 放宽部分的防疫限制 聚会人数将会由2人放宽到5人 食肆堂食可以5人一台 医院和疗养院恢复探访 不过措施只限完成疫苗接种人士 当局呼吁未打针的人仍然要尽量留在家 下个月起还会扩大至图书馆 社区中心等场所 遮准已经打针的人士进入 和新加坡同样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的南韩 新增个案就不断上升 星期五再多3212人受到感染 是至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高 也都是连续四天新增超过3000宗个案 而重症患者就达到508人 相隔两天再突破当局定下的500人可控范围 澳洲墨尔本的议会大楼附近 有几千个反对打针的示威者聚集 抗议州政府提出疫情法案 赴予州长宣布疫情大流行的权力 集会地点附近有另一批示威者支持接种疫苗 而明年1月将会在墨尔本举行的澳洲网球公开赛 赛事总监确认 所有参赛的职球员都必须要完成接种疫苗 不过一个早高域就拒绝公开自己任务打针 会不会出赛仍然未有定论 无线电视机者收视零不得 越南富国岛接待近两年来第一批外国旅客 首批约200个旅客逮捕时在机场受到欢迎 他们都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病毒检测成阴性 已经接种各外国旅客入境之后 不用强制隔离检疫两星期 但需要在指定度假区范围里面活动 并且行程期间检测两次 富国岛当局预计去到年底 接待合共40万个国内和外国游客 越南全国到现在超过一半人口已经接种 但我希望在明年1月起 恢复国际商业旁边 在6月起全面重开旅游 一试番铃再见 各位我是马心仪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是同内地当局敲定 下个月11日立法会缓届选举投票日 在考案投票的安排 会尽快公布详程 东欧也说将来考虑设电子投票 方便在广东省以外的港人 立法会选举下个月19日举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特别就今次换届选举发声明 说完善选举制度其中一个特色 是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 今次153个候选人的背景 都比以往任何一届选举多元化 完全无所谓35家 揽炒组织 或者以政治立场挂岁的竞争 又说会督促选管会 确保投票当日 在政府各个部门全力支持之下 安排顺畅不容有失 至于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就正是同内地当局敲定 将会尽快公布详程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出席一个网上座谈会的时候 说将来会继续改善跨境投票的安排 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们只有四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所以很多非常具体的投票的办法 不可能在这个法案里面都涵盖 这一届选举以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比较新的科技应用的办法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电子投票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早前提出 换界选举不应该再只着重地区直选的投票率 而是整合各个界别的投票率 按照比例计算出总投票率 但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认为 建议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意思也没有说服力 继续更加权肯定要是物 prepare books 及共谈 这样等水并三十的 Majoraciones 必顶进入世界科学根据 在找 того国家政策性长ering 那个 ela肯定有何一些 黑命有凯生力等等 空间的投票率 他認為這個計算方式能避免投票率被外部勢力利用質疑選舉的代表性 無線電視機在中卓希報道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席一個論壇時說 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有不少身面孔 期望他們認真比拼政綱政治理念和能力 前全國人大常委范Sir黎泰說 議員不能單看自己界別或選區的利益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立法會選舉在下個月19日舉行 153人成功入閘 更續90議席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席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時說 今次選舉出現不少的身面孔 反映新制度對候選人有吸引力 各候選人在爭取選民的支持過程中 將要認認真真地比拼政綱 政治理念和能力 他們要進行理性有內涵的辯論 而不再是額眼相向的樂智對罵秀 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形容 完善選舉制度為香港帶來更優質的民主 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必將有利於香港市民當家作主 香港社會監督權力 香港民主更加優質 同場家前立法會主席前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太認為 新一派立法會議員要有全球 全國和全港官 第一就是放棄單單為自己的選民考慮 單單為他們的利益 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去阻擋對全港有好處的事情 不要只是看自己的界別 自己的選區 要懂得平衡各方面的訴求 不同的利益 他又建議立法會議員要多些走入社區和學校 介紹國家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 本港新增三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 全部涉及變種病毒 包括星期五初步確診的費用 其餘兩名男患者今個月6日和10日 從加拿大和巴基斯坦抵港 分別接種兩劑復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 兩人都在檢疫期間確診 其中62歲來自加拿大患者 和另一名星期一確診來自南非的36歲男人 同樣曾經入住赤立國富豪機場酒店檢疫 衛生防護中心正在調查兩宗個案的可能感染源頭 並進行基因排序分析 體育專員楊德強說 國際七人籃球賽在防疫上有難度 短期內難以復辦 他又重申不應該將政治介入在運動當中 籃球總會日前宣布 國際七人籃球賽要再度延期 去到明年11月舉行 體育專員楊德強說 世界各地近千個球員參與比賽 在防疫上有困難 籃球活動本身的性質 就是一個有身體接觸的活動 很多時候都要交叉 對打 變成隊伍和隊伍之間的接觸是多的 萬一其中有一些球員染了疫 很大的風險是染到其他的球員 所以這方面我們覺得 防疫措施是比其他的比賽 要做得更加嚴格 楊德強說曾經考慮閉門作賽 但籃球總會評估之後認為不可行 因為賽事的收入主要靠入場券 場內餐飲和紀念品等 如果閉門進行將會進一步 加重籃球總會的財政負擔 杭州亞運明年9月舉行 到時候政府會不會參考東京奧運的經驗 買入電視轉播權呢 楊德強說要視乎本港的電視台有沒有興趣買入 政府暫時沒有定論 原則是大眾都能夠收睇 他又說當局正是研究重建香港大球場 預計在啟德體育園2023年年底落成之後進行 楊德強又提到不應該將政治帶入運動 但甚麼為之政治元素難以一概而論 加油這些字眼我們在後場上經常都會聽到 所以這個不在於加油這個字眼可以還是不行 是要看回整個當時的背景 以至到有關的人士 他的動機或者他想宣示甚麼訊息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卓系報道 北京天安門廣場在下個月15日起 要先預約才能夠參觀 東奧華實施預約參觀措施 是為了營造良好參觀環境和遊覽秩序 並結合疫情防控、散客和旅行團 都需要提前在網上預約才可以進入廣場 至於掌遮等無法使用智能手機的人士 可以由親友代為預約 或是由工作人員現場預約 廣場現階段不設預約總數上限 會根據疫情防控需求疏到客流 並提醒遊客進入廣場之後 仍然需要接受安檢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警告 中美一旦走向衝突對抗 對世界造成災難 駐美大使秦剛就呼籲共同抵制 中美水火不用的前景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全球智庫大會視像支持 提到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 由關世界前途命運 是兩國必須一起回答的世紀之問 他說中美一旦走向衝突對抗 不單止對兩國沒有任何好處 對世界也是難以承受的災難 兩國不衝突不對抗 是雙方應當堅守的理性選擇 也都是不同社會制度大國的相處之道 他說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任何零和博弈的結果 只會是兩敗俱傷 在美國國務院宣布 未來星期一 和台灣展開第二次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之際 王毅也談及台海問題 說會盡最大努力尋求和平統一 希望美方言行一致 將不打新冷戰 不尋求衝突對抗 不支持台獨等的重要表態 落實到具體政策和行動 絕對不接受在國際上 搞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 在中美元首視像會面之後 雙方官員也有繼續接觸 住美大使秦剛 星期五和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康達 在華盛頓一間餐廳會面 中方說兩人同意努力落實 元首會面的精神和共識 秦剛做一日又和一個美國致富視像交流 提到中美關係遭遇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 必須共同抵制水火不容的前景 無線電視記者李進來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英國考慮外交抵制北京 回到西文時間 禮賓府舉行授勳典禮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等七人 獲頒發特區最高榮譽大致敬勳賬 因疫情關係 儀式分三天在禮賓府閉門舉行 一共746人獲受分或家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向七人頒發大紙巾勳賬 包括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行政會議成員周崇江 和葉劉淑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振斌 全國政協常委蔡冠心 和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 18人獲頒金紫荊聖賬 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王國健 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等 22人獲頒銀紫荊聖賬 41人獲得銅紫荊聖賬 另外早前追截走私快庭行動中 信息的水警總督察林婉儀 獲追受金英勇勳賬 儀式另外舉行 前年和去年反修例示威受傷的 六個警務人員分別獲銀英勇 和同英勇勳賬 葉劉淑儀參選 立法會港島西地區直選 同區參選的還有陳學鋒和方龍飛 無線電視記者王善後報導 大圍九巴致命車旺 有九巴工會促請更新車長工作指引 包括每日不得駕駛超過兩條路線 一架88K九巴日前在大埔公路大圍段 黃青沙公路橋面翻側 造成一死十一傷 車長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說事發當日 涉事的車長原定駕駛三條路線 包括兩條巴士線 放工前要再駕駛巴士回車廠 當時剛剛吃完飯 估計是因為過路導致走錯路 要求運輸署更新巴士車長工作指引 包括延長吃飯時間去到不少於一個半小時 並且列明每日不可以駕駛超過兩條路線 每一位車長只可以用一加一 即是主線加另一條路線 是最適合的 即是不能說我們一天要記這麼多條路線 對於當局研究立法強制巴士乘客大安全帶 工會認為實際執行時很困難 工會也建議政府將資助2016年開始出牌巴士 安裝上層安全帶的安排 擴展到2013年開始出牌的同款型號 預料涉及額外幾百架巴士 九包說所有車長編更和工作安排符合 甚至好過政府指引 涉事的車長事發前 有足夠的吃飯和休息時間 當日的工作亦都是固定安排 強調事故的成因有待警方調查 任何缺乏事實基礎的言論 對這件事都沒有幫助 無線電視記者吳心如不道 大嶼山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以前發生工業意外 四名工人跌落沙井一四三箱 其中的人仍然危殆 有工程師建議檢討封閉空間培訓 增加工人的安全意識 勞工處正調查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工人跌落沙井的意外 本港過往也曾發生涉及沙井的致命工業意外 有工程師認為現時當局對密封空間培訓課程的門檻偏低 他建議當局加強對密封空間工人的培訓 由現時一天延長到三天 並加入實習要求 確保工人全面理解和正式安全程序 黃敬日認為 派工人進入沙井等密閉空間 應該可面側面 應該考慮利用先進的儀器 例如航拍機或探測器 代替工人進入密閉空間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 四名國家地質調查局調查員 上星期六去到雲南愛勞山考察後失蹤 當局出動過千人次搜救 到現在仍未運分 搜救人員繼續在山上搜尋四名 在愛勞山失蹤的地質調查局隊員 當局至今出動過千人次 以及無人機直升機協助搜尋 當地居民也自發上山協助 四名地質調查員 今個月十三號 原定徒步進入埃勞山福地 翻過山或到達玉溪時新平原 但上山無奈就失去聯絡 當局星期一開始展開地毯式搜尋 我們分析一路了 因為天天下雨 因為你不知道遇到什麼特殊情況 如果是受益及受襲擊 只要看到那個衣服 總持不進去 這個鞋子總持不進去 但我沒見得到 最新不到 內地傳媒一道說 已經是星期五下就找回四個人 當局隨後澄清說還未找回 郵柱文說 埃勞山裡有蛇、黑熊等野獸 搜救人員說那套地形複雜 多圓崖峭 加上正值入東 連日大雨大霧 夜晚氣溫比較低 擔心他們在山上多日 最危險的是可能會失溫和脫水 位於雲南的埃勞山 擁有全球統一緯度大上 唯一保存完好的大面積原始山地 常陸闊葉林 是國家自然保護區 擁有豐富的物種資源 包括黑牆秘猿、雲炮等 都屬於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 是熱門的科學考察和研究基地 無線電視記者曹佳榮報導 印度南部連日大雨引發山洪暴犯 至少17人死亡、多人失蹤 在岸特拉幫有人被洪水圍困 要爬上車頂站臂 控棍直升機出動拯救 有巴士幾乎整架浸在水裡 車上十多名乘客死亡 當地星期四起落大雨 多個地區水浸 都說水白缺堤令災情加劍 超過一百個村莊的村民被困 有傳媒估計過百人被洪水沖走 亦有房屋倒嵌讓城傷亡 都已經調派部隊抵達多個災區 聯同警察消防一起搜救 土耳其有家庭領養了一隻 第一梁永山報導 一式回來有另一次新聞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